胡帽通過 工作難做 胡帽通過 工作難做 我們是堅決反胡帽 因為胡帽其實 台灣會一句話 不怕人家的競爭 怕人家的開雜貨競爭 這種問題 事實上 因為我們這行業在40年前 鯉燙工會跟女子美容工會 我們是分家 那經過我們三四十年的努力 我們已經把以前 在那個社群立法院 我們已經分開了 我們是純正的美容院 我們怕重啟胡帽 因為十幾年來 從中國嫁過來 假結婚 假觀光 真賣贏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是真的是 怕這行業被染黃了 所以我們會出來抗議 台灣兩千三百多萬人口 那基本上美容院有四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家 我們超商有一萬一千六百多家 如果說我們 真的還是要強行通過胡帽的話 我們會串聯全台灣所有的美容院 我們一起來抗爭 各位的聲音 民主進步人聽到了 胡帽這個議題 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我們立法院黨團 我們的態度 非常非常的一個堅定 你說胡帽可不可以簽 那看你跟誰簽 你跟老共這邊來簽的話 你目前的階段 實在是真的是完全沒有空間 跟一個敵對國家 市場貿然去做一個開放 而且他對這一些開放的一個行業裡面 政府常常會有重大一個補貼 對我們台灣的年輕朋友 這麼多的一些單店經營的一些店家來講的話 是確實是太大的一個衝擊 這個我們會跟各位站在相同的立場 絕對不退縮 其實柯文哲黨主席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在公開場合明確地表達過 他要重啟服貌 他對當時他在這個太陽花懸疑裡面 所講到的 他反的都是黑箱 他當然不是說直接反服貌 我們的監督機制必須要先完備 我們希望先把監督的機制 先把它完善之後 再去談後續有沒有可能 先貨貌再服貌 主席黨的發言 我還是不禁要問 你們是不要服貌 還是你們其實 如果有貨貌還是要推動服貌 這個非常的關鍵重點 你們還是沒有要捨棄服貌 你們聽起來就是貨貌之後 你們要推動服貌 兩岸建立嫌疑監督條例 其實我們現行 其實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中 第五條後面整理的條文 大家也可以去參阻一下 到底是強度要增加 還是有什麼部分要補強 其實當然可以求整條文 當然沒有關係